今天这期是频代大家看一下 如果人的肢体不完整 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 眼前的这位大叔 他没有手指甲 和正常人的手相比 大叔的手看起来非常奇怪 那么他是受伤掉的手指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大叔说 他十岁的时候手指就突然掉落 掉了之后却没有再长出新指甲 他手指的部位被柔软的皮肤索敷感 因为没有指甲 轻轻的按压就会非常的疼痛 而且他脚上已经有六颗指甲脱落了 没有指甲 给他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不便 在捡地上东西的时候 根本就捡不起来 在拉一拉罐的时候 没有指甲作为支撑力 很难拉开 还有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他不能握紧水杯 水杯在他手上很容易滑掉 他不是故意这样做的 是因为真的太滑了 大叔说 指甲脱了以后 他指纹就消失了 我们仔细看了他的手 确实已经看不出指纹了 按个指纹看看 他真的已经没有指纹 所以握东西没有摩擦力 大叔在家汽车厂做修理工 因为没有指甲 在修车途中 他也是经常受伤 就算是扭电线也非常的吃力 这让他的手经常受伤 大叔的手上也是大大小小伤痕无数 大叔现在唯一欣慰的就是 这个病没遗传给他的女儿 他女儿有正常的指甲 但是他也非常的担心 因为他是十多岁的时候发病的 他担心女儿将来会发病 而这名小伙儿因为天生的畸形 一只手只有两只手指 另一只手只有三根手指 每只脚只有两根脚指 这对他的生活同样产生了严重影响 小伙子出生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现在的他已经不怕周围人一样的目光了 他会大方地展示自己的手指和脚指 小伙儿目前是一名格斗运动员 当然了他是一名业余的 从事这项运动 他有诸多天生的不利 因为手指的缺陷 他不能握紧手 所以不能很好的发力 因为他只有两根脚指 所以他的平衡性没有普通人好 而且他也不能快速的移动 稍微快速移动 他就很容易摔倒 而他的抓握力 只有正常人的60% 所以他出拳时的力量 只有普通人的60% 为了弥补平衡性的不足 小伙儿也是加强了腿部的训练 他梦想想成为一名职业的格斗拳手 但是他的先天条件 让他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小的时候 他也是被周围人嘲笑 甚至还很自闭 但是当他看到了格斗这项运动的时候 他决定成为一名格斗运动员 从此以后 自己的心结也打开了 这天小伙儿迎来了一场比赛 对方是一名正常的运动员 在比赛中小伙儿也是非常的吃亏 因为平衡性非常不好 他一直摔倒 由于没有对方力量大 他看起来明显处于劣势 虽然这样 他还是坚持完成了这场比赛 最终 他输掉了比赛 但是他不会放弃的 而这位大妈 天生就患有卵骨病 骨头发育的时候缺少一些元素 所以非常的脆弱 导致他的双腿不能站立 造成了严重的畸形 所以他只能蹲着用手来支撑走路 但是他却活得非常自信 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很开岸 他对生活也是充满了乐观的态度 他自己还有一个小花园 每天都要来打理 阿姨说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因为他的身高 家里很多日常用具 都是为他定制的 洗碗的灶台也降得很低 当他要去很高的地方取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求助别人 但是他没有不好意思 大妈说 他经常要人帮忙 如果不厚脸皮的话 他就活不下去 大妈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腿 他的腿弯曲非常厉害 即使不能正常的工作 大妈也是把家里整理的干干净净 而且他出门还会化妆 大妈还有一个自己的菜人子 可以看到他经常来除草 他想让自己活得漂亮 活得开心 大妈第一个孩子不幸去世 成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悲伤 当他从悲伤走出来的时候 他就开始种些花花草草 他说 他的生命就像鲜花一样 会一次一次的绽放 幸福而不是别人给的 是自己创造的 他现在就在创造他的幸福 是一个人赢的 他可以帮助 他的生命就像鲜花一样